谢谢 先把心都放下来 见到花莲县葬徐真卫 立委傅坤奇 有幸一家五口的家属 强打 精神感谢 我们会很努力的 赶快做这个事情 由妈妈眉头伸锁 两眼有些无神 每一句谢谢都让旁人听了 好心疼 因为前一天特搜队和国军挺进 沙卡当步道抢救 在大使快底下发现两名罹难者 疑似就是她的儿子和五年级的大孙女 而媳妇和二年级的孙子 五岁的孝孙女还找不到人 另外一名独自走步道的 21岁胡姓女子至今人 音讯全无 家属焦急的po文 拜托网友协讯 雨震不断 还有现在天气也不稳定 时不时在下雨 所以也影响到收救的 进度的推动 请花莲县这边 调动重型的积蓄 到沙卡这边来协助 原定早上八点救援队伍 要带着大型重机具前往沙卡当 进行开挖 但人才刚集结 天空就不作美 担心有安全疑虑 开挖行动 先暂停 等雨停了 才会前进重灾区 除了沙卡当步道 有六人失联外 河人中和矿场 河流绿水园区 都各有一人失踪 另外一名台籍女子 陪英国籍男子 到泰鲁个旅游 两人现在也失联 而两名持有澳洲护照的新加坡游客 现在也找不到人 亲友也把照片 PO上网 拜托大家寻找 花莲大地震 现在一共有12人失踪 中央结合地方 各单位通力合作 要全力把失联的民众 尽力找出来 明日圣李庄宇 叶春豪花莲报道